T-N-A-T-Y 都要消毒 究竟不能消 你就喝 出走人们欢迎回来 出走吧 国外生活攻略 我是May Sherry的死 我们每周一早上更新的死 请记得关注Cakebox Spotify 也记得订阅Apple Podcast 听 五辆车啦 诶有默契诶 诶我们刚刚没讲好诶 干嘛爱学 我觉得你很扯 台语有点厉害 诶我要先提一下 因为我们前照其实很少请来宾诶 除了那个封台诶那一集而已 我觉得这个来宾有点厉害 他可以加入我们的歌曲 而且我们很少可以跟我们一起唱歌诶 因为我们的歌声是非常高level的诶 不是随便可以乱腰诶 好听 诶他真的会唱歌 下次他可以表演 我想听诶 感觉可以诶 我们一集就让珍珍唱歌好了 好歹要我先吧 干嘛 你要先哦 好啦 那我们再讲一下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我看一下 我刚刚掉那只窗了 我就算你 我就知道 我就找 我就找 你就找 大家点进来 一定有先看过我们的主题嘛 我们这一集就是最荒谬 他还没找到 新加坡 这 所以等等 还有文化差异 对 我觉得文化差异蛮重要的 然后再 还没有去听上集的 不要再我们讲了 每次都要讲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你们的耳朵真的很硬 我已经受不了你们 真的被动 你没有听上集 这集不要点 我讲很清楚 可以 但是你先听 先听上集 上集真的蛮精彩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标题就是在上集出现 然后我们下集就是focus在一些 文化差异上面的东西 结尾收尾 对 有点像是收尾 但是还是有一些厉害的东西啦 嗯 你要想什么 你要想上一集 快一个小时 能不精彩吗 我就问 我们很少 我们很少上集 直接一个小时欸 那真的是只有大来宾 很少啊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没有办法自己讲一个小时欸 我们的东西竟然少了 其实啦 我们自己可以讲三 真的是可以讲三 一个小时 但是可能半小时都是在笑 哦 我们要改进 我们先道歉嘛 我们改进 好好好 好啦 再提醒大家齁 那这一集播出之后呢 你们只剩一个礼拜去参加我们的什么 我就问 你们是不是不知道 你们真的没有资格当初走分欸 好啦 有些人还是知道 你不要再骂人了 奇怪 我们的最后一 最后一周的那个 我们的周年庆 周年庆 对 周年庆 你以为周年庆能几次 诶真的 我们可能 这是我们的唯一一次周年庆喔 诶 乱讲话 诶 因为我们蛮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蛮没有耐心的啦 我们就是很容易放弃啊 怎样 对啊 你们在这种态度 我们要去做这365天 都没有干爹来找上我们 不是 你们在这种态度的话 我们真的是最后一周年喔 真的 不要这样啦 我是语重心肠 好啦 只要你情绪勒索 我给你们机会嘛 就是你们 你们就去留个言 你就说一下 你到底哪里不小心听到我们 不小心闯入我们的世界 你就讲一下 你会怎样 你会少一块肉 没错 或是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出走经验 因为我们呢 我跟Cherry有准备那个小礼给你们 真的很小啦 不要再讲小礼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好 又好又小 反正我跟你说 重点不是礼物 重点是 我们跟你们是一样 我们是好朋友 你就跟我们聊个天 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 对啦 我们也会帮你们 把你们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都知道 出走这件事 还是要保有的好吗 不要因为疫情这么严重 你就放弃了心中那一块 OK 对 那当然还是呼吁大家 疫情期间不要乱出走啦 只是说 你还是可以保有那个心嘛 所以我们这次呢 才会邀请到 我们的 曾珍老师 来帮我们 曾珍老师 我觉得你这一年 我去年就讲过了 你趁你现在疫情你在家里 你去年就讲过 真的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久啊 就是 我去年就讲了 你可以趁现在这段期间 好好充实你自己 充实你自己 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 大家现在都公平的耶 你不能觉得说 啊我都没时间 怎样怎样 你不要再怪了 你就是在那边给我发懒谈 在沙发上面 我不知道 因为我跟你在做 我就是在跟你做一样的事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 你还是要充实你自己啦 英文啦 英文刚刚曾珍上一集有讲过 英文真的很重要 沒錯 然後你要准备工作 你要准备说怎么查 一些像Linking啊 最近我有在偷用一些Linking的东西 大家你也可以回去听 对 你这些东西都可以趁现在 趕快去做 不要在日本听有人说 我就是没有工作可以做干嘛的 我又不能出国我干嘛 不要再临时抱佛教了好吗 不要在场子打电弄了 你啊 给我起来 在打罐狼高手 我不知道喔 欸真的在打欸 我就知道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廢话不多说 也不是要让来宾在旁边干等吧 那你要不要 你身为姑姑的部分 要不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啦 因为有一个优秀的姑姑 才会有这么优秀的子女 所以欢迎我们的珍珍老师 再次出场 再次莉莉 欢迎欢迎 欢迎珍珍老师 她去新加坡时期遇到了 就是人生会遇 就是有些人遇不到的最严重的事 她都遇到了 然后她还是活着了 对 我都遇得太厉害 她还活下来了 她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的眼泪流很多 对 而且她很积极正面乐观 我觉得不错 所以大家听听看 她是怎么凹过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也不是天性 真的 你就哭了就算了 你还是要面对嘛 对不对 对 因为示范情绪很重要 对 好 那上次珍珍有继续跟我们提到 她在解决工作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上一集她讲了很多 就是 关于复活节嘛 还有我们的主题 就是教育局和警察这件事情 但是听说她有一件事 有点令人害怕 我现在就要关静音了 让你们两个慢慢聊 对 就是鬼故事 欸 其实这个鬼故事有点 是小小的欸 欸 你准备要关静音了吗 我要讲了喔 好 她关了 她关了 烂死欸 她真的超烂的 我们现在可以讲她坏话 正是她现在关静音 好 我要讲那个鬼故事就是 欸 这其实是 我是事后回想的时候 觉得 哦 好恐怖喔 就是那一天的状况 是我在华语教室 因为我的华语教室 中间还有隔一个游戏室 嗯 然后的鞋对面是一间 就是有有门的教室 那个是小小孩的教室 大概两岁多的教室 然后那天就是有老师在里面 然后 老师在里面 然后后来我要去上厕所 然后我就跟老师说 我就隔着 我就这样子对空喊说 因为我不能离开教室嘛 因为这样小孩别人顾 我就说 老师我要上厕所 你可以出来帮我看一下吗 我真的听到有人跟我说 好 你等我一下 蛤 我真的很明 我真的听到这种话 你说那个屁孩 问完话之后 就是有人回他 我问的 我问的 是有人回我的 我说老师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因为我要上厕所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好 你等我一下 我大概过了五分钟 都还没有出来 然后我就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听到我讲吗 我说老师 老师 然后我就忍不住 我就跟小朋友说 你们等老师一下 我去看一下 老师有没有在教室里面 然后我就走进去教室打开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样 里面可能就没有人了 里面没有人 可是那个声音很清楚是不是 很清楚 然后后来那个老师 就从那个厕所走出来 嗯 他就从门外这样走进来 我说老师 你刚才有在教室吗 他说没有耶 我刚刚就去上厕所了耶 我说你什么时候去的 他说五分钟前我就去了 所以在那之前 而且那个教室是没有老师的 但是你却听到有传出声音 有回我 有人回我 而且是用中文 很标准的中文吗 很标准的中文 因为唯一会讲中文的老师 就只有那个老师而已 就只有那个后来 因为我们后来前面的英文老师 嗯 我们后来还有再来一个英文老师 就是教学小班 然后他是会讲中文的 就只有他会讲中文而已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另外一间的课 那个另外一间的老师啊 所以就只有他啊 可是他却不在那间教室里面 所以刚刚回我的人是谁 那你有问 那你有跟他讲这故事吗 我有跟他讲 然后他就整个超毛魂熟然的 他就说 老师你是在哪一间教室问的 老师你是在哪一间教室问的 他以后不敢去那间教室了 他就去 他就说是这一间嘛 然后他因为他是有信奉信仰的 然后他就在那边祷告 他就在那边祷告 还拿那个圣水啥吗 还是你要拿那个米酒在那边耍 没有他他就进去 然后他就祷告 然后后来我就有跟老板讲这件事情 然后老板就说 老板本来说 哎呀一定是你听错了 然后后来我就很严肃的跟老板说 你真的我真的没有听错 是真的有人回我 然后老板就说 有就有吧 反正我们也要搬家了 哦是哦 所以老板知道有发生什么事哦 知道我有跟他讲 我有跟他讲 老板有跟你讲吗 老板就有跟我说 他就说 他就说 有就有吧 他就说有就有吧 反正我们也要搬家了 哦他模糊在过 所以你们搬家是为了这件事吗 还是本来就要为了别的事 没有本来就要搬家 因为那一件 那时候那个大楼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大楼里面 然后那个大楼是要重建 那个有点像是活动中心 类似活动中心 然后那个活动中心就是要重建 所以我们从越到越我们就一定得走 对啊 这个后面会讲 后面会讲那个元首搬家的故事 好好好我要讲 我想要听那个 听所有那个图游戏的故事 对 有那个除贴子的故事 所以鬼故事还有吗 那个 那个胆小鬼可以回来了吗 可以了 鬼故事就只有这个而已 对 好我叫他回来 诶回来 好啊 在发呆喔 哈喽 好回来了 讲完了 烂死这又不可怕 对这又不可怕 好没关系 他很烂 他一点点都会害怕 好这真的很不可怕 好那我们现在再接下来下一个 下一个 诶 重点诶 你决定要放弃回台湾这一趴 对 真的 我是真的有想过 因为到第三四个月的时候 其实到第三个月 我其实都已经有点适应了 但是到 其实那个压力其实有点大 对于当时我的来讲 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 转换那个心态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这么衰 什么之类的 但我就硬撑下来 但我就觉得好累 我好想放弃喔 然后我就跟我妈 就是跟我的家人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打算跟我妈讲 然后我很少在我的家人面前 哭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 我就边哭边讲说 我遇到的事情 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回台湾 我不想要继续这个课程了 我说大不了 我就从头再开始 什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妈就说 我妈很少听到我哭 所以她就说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累的话 你就回来没有关系 至少你努力过了 这也不是 这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 至少你有尽力 你有努力过了 然后你要放弃也没关系 你就回来吧 她就在讲 我说你说真的吗 因为我超开心的 我说你说真的吗 那我要订机票 我跟你讲隔天立马 就是我在看机票 说那一天可以回台湾 什么机票最便宜啊 什么等等之类 然后后来过几天之后 我要订机票的前一秒 对 我觉得大家都要跟我妈讲 我说 妈妈我 你确定齁 我真的要回台湾了 我说我已经在看机票了 我也跟老师那边 就是讲好说我后续回去的做 做事方法是怎么 就是我后续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了 我真的要订机票了 我妈就说 我妈就这时候就语众欣赏的说 妹妹啊 我问你哦 你们老板真的很坏吗 我就说也没有到很快啦 但就是有时候她可能讲话 会比较让我不舒服 而且我有时候工作上面 我真的不 我就是真的不懂我才问 但是她的反应 可能让我觉得很难过啊 什么等等 我就在那边讲 开始卖场之类的 然后她就说 我妈就讲一句 她说可是妹妹 老板再坏也不至于会打你吧 对不对 我就说 这为什么有打人的问题啦 因为我妈就说 你妈很爱被打 你妈很爱被打是不是 不是 我妈的意思是说 欸 我妈的意思是说 老板 老板再怎么坏 她也只是骂你 那她不至于会动手打你 对不对 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到很严重啊 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再撑下去 可是对于那时候我的我来说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 蛮快的 我转换心 我觉得我很佩服我自己 是那个转换心态很快 就是我听到我妈这样讲说 我当下就转念 我就说 也对啦 老板这怎么坏也只是念念 选择要听 跟选择要不要听进去的 选择权在我 我要不要听进去这些话的 选择权在我 我也可以选择不要听啊 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可以选择改变 但是老板这怎么坏 她也不至于动手打我 如果她真的动手 动手的话 那我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离开 终止这个合约 但在这之前 那在这之前 是不是我应该还要继续坚守 我自己的位置 把这个课程完成好 真的我妈妈跟我讲完 这句话之后 我真的去思考很多 就是在职场上面 遇到的人很多 但不见得每个人 对你都是好的 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情 就是在职场上面 都会遇到的事情 但是对于心态的 心态上面的转换的 选择权在于你自己身上 你可以选择接受 或者是不接受 你可以选择听 或是不听 然后就是 反正当下我听我妈 讲完之后 我就默默把那个 订机票的网页给关掉 然后就跟我妈说 好 没关系 再剩几个月 然后我就 我再继续撑下去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从那一刻 对啊 而且你看你前面 准备那么多 付出那么多 其实你妈应该也都看在眼里 嗯 对对对 她可能是觉得我这样放弃 太可惜了 所以她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跟我说 嗯 事情再怎么坏 还没有到更坏的地步 所以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只是她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告诉我 对 让我坚持下去 其实我觉得在听的人 一定会有人觉得 不同意这件事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种语言的攻击 其实有时候会大于 就是身体的攻击 但是我想讲的是 其实我们的妈妈 都是有 我觉得 这个是有智慧在的 因为其实我以前 也跟你很类似 就例如说我在公共上 遇到问题 我就会跟我妈说 我不要做了啦 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妈讲的跟你妈很像 就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现在是怎样 就是她有 就例如说她没有讲到打 或者是她就讲什么 她有侮辱你吗 或者是说她有讲到一些 什么很难听的字眼吗 我说没有 但是就是工作啊 或者是老板就是很烦啊 就是什么什么 她就觉得说 那你们这样子就是太软弱 就是我觉得 我妈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她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这么软弱 因为有时候 你出社会 本来就会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其实你也是在学习 然后如果说你 如果有机会克服的话 其实是对你好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我只是很担心说 可能听的人 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她妈会这样啊 明明可能她 她讲这些话 也伤到真真老师 但是她妈却硬要 叫她留下 除非老师主任 或是什么 她老板打她 但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的妈妈这样做 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可能希望 我们不要那么脆弱 或是 因为她们哪一天不在世了 其实她们也希望 然后我们可以很 independent 或是很独立的活下去啊 对啊 对啊 我觉得她 我觉得没案子讲的很好 是因为 当时的情况 你要想到说 我是大士生 就是我还是在那种 要转换成职场的新鲜人 我还没有认清楚职场 对 就是这样子运作 所以老板可能只是跟我讲说 我工作上面表现不好 或是我工作上面 才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讲 会觉得那是一种 不太舒服的话语 不太舒服的 真的 对听起来就很刺耳 就对 就是有人跟你说 你就是做不好啊 你为什么不承认 就对当时我的来讲 其实是很刺耳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受伤 就是 我明明觉得 我自己觉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在职场上面 我的表现是这样 所以 那时候想放弃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个 我可以做更好 但是我做不到 老板就一直说 你就是不好 但其实 这个真的就是职场上面 会发生 很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真的 对 这是很常会发生 你必须承认的是 有些东西你是上场的 有些东西是不上场的 你有你的上场的地方 可是你 你一定也有 你不上场的地方 这是你必须得承认的事情 你就去接受就好了 然后 去做你上场的事就好了 其实 我妈妈那时候是听到 他是有事先先听 我在工作上面 老板跟我讲过的哪些话 所以 他是用一个 你有先分享啦 对对对 所以他是用一个 我比较能够听得 进去的 语言 来跟我说 这件事情可以不见得 要做到放弃这回事 你可以继续坚持看看 对 其实我还蛮感谢我妈妈的 因为 因为他这样跟我讲 所以我后面 才遇到很多 我才转换心态 然后我遇到很多的好人 跟新加坡的朋友 我的心态才有转换 我才发现 原来我身边 才有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 这是真的 对啊 所以就是事情真的没有严重到 要去放下一切 然后 就是 把你之前 所有付出的努力 就是都变成 龟零这样子 我觉得你妈妈就是 对啊 就是因为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就是 就是过了 就过了 就过了 诶 我觉得我们可以趁机呼吁那些爸妈 真的是心态 就是 你不觉得有些爸妈 就是可能听到这些话 就说 你刚好还没关系 我们养你什么什么 不要再给我宠坏小孩了 真的 真的不要再宠坏你的小孩了 所以我都觉得 所以我都觉得 我们三个这样很幸运 因为其实 以前我都会不懂 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很烦 那为什么都不站在我这里想 或者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还要硬要我做这些 我不喜欢做的事 但是好像有时候又会觉得 你长大后就会觉得说 他原来是想要让你 就是多面对点现实或什么的 就是因为你看你现在 可是我们家 嗯 我们家比较不一样欸 因为你像一个恐龙江长 你怎样你怎样 我家比较不一样 没有我家比较是 我再怎么苦 我都不会跟家里的人讲 因为我做的所有决定 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想要做的 就是 所以我像 如果我遇到像 像真真这样 过得不好不开心 我有苦的话 我也不会讲 所以我要呼吁就是 呃 你是可以跟家里的人讲的人 就是你就是尽量讲啦 但是如果你 嗯 你是妈宝的话 那我很难讲 但是我自己的 我们家是 所以我刚刚比较没有同感 是因为我 我本来就是我要这样做 我就是这样做 我不会 我再怎么痛苦 如果我遇到那种状况 我再怎么苦 我可能 那就算那时候在澳洲 我可能身上 身上只剩下十澳币喔 十澳币大概 超穷的那一阵子 大概三百块台币 我还一步飞回来 嗯嗯 我就觉得我就是可以 我为什么不行 我就是不会要跟家里的人讲 做张老母的你 对 我就是 我的个性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每个人会 每个人面对 困难的 困境的时候 你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真的 真的不要轻易放弃 就是你转一个念 当然 就像真的假的 你转一个念 其实 后面你都会遇到 你想要的话 后面都会有人 会愿意伸出援手 你后面不是也遇到 不错的事吗 就是 我遇到很多 很不错的事情 因为 其实跟我去同学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跟我是室友 然后 我们两个是同一个老板 然后他是 刚好是在老板 那个比较大间的学校 啊我是比较小间的 然后他是天主教的 所以 他那时候 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就是在 在新加坡上的教堂 然后他就有去 然后他一直叫我去 然后我就很不想 因为要很早起 你知道吗 要很早起就很痛苦 然后 他就跟我说 对 上教会 他叫我去上教会 然后都很早 要九点 八点还是九点 就要起来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上班都已经这么累 然后我假日还要起来 去上教会 我就说我就不能睡 要自然洗嘛 可是那时候跟我妈 讲完之后 他那一天叫我去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去 然后 我觉得我去是正确的 因为 那时候信仰的归属 才让我觉得说 你有一个 信仰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前面有讲 我们家是传统信仰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真是多亏我的室友 就是我那个同学 他带我去认识了 他带我去认识了天主教堂里面的所有的 阿哥哥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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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叔叔阿什么的 而后 其实刚刚Cherry有讲就是 我其实也是身上如果 甚至没有多少钱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会跟我爸妈讲 但是是 我是 除非我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真的想放弃的时候 是因为我爸有工作 就是 你真的努力过了 你要放弃了 没有关系 至少你努力过了 那就是负责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要订机票了 不一样的situation 对不一样 已经要订了 因为有人support你说你回来 结果后来那个人改话说 你确定要回来吗 对对对 所以我后来又继续 然后他带我去认识了这些叔叔阿姨阿姨 我刚才有说真的很神奇 就是我在那边认识超多台湾人 就是台湾嫁过去的妈妈 就是台湾嫁过去的妈妈 然后他们真的很热情 然后有的妈妈 听到我的合约有问题 他就说你的合约拿来 我帮你看 我有认识了仲介公司 我就开始心态转换之后 遇到一系列的好人好事 带我出去玩阿 带我去新加坡那些没有人去过 观光景点没有 就是不是观光景点的地方 然后他带我去 然后带我去吃新加坡有名的餐厅 然后也不要我付钱 对然后带我回家吃饭阿 然后等等之类的 然后带我去买东西阿 然后我还去做志工 我超神奇 我去他们的那个新加坡的那种 独居老人 然后带我去那边做志工 然后带我去认识很多很棒的人 我觉得就是当我心态转换的时候 我真的遇到好多好人 就是还遇到新加坡的朋友 就是卖衣服的好朋友 然后还带我去秘密景点野餐阿 可以看到金沙饭店的那种 没有人知道的 对 没有人知道的 这个要Local熟门熟路的 真的 然后是要搭上当地人 出国就是一定要这样 出国一定像当地人 当地人比较好真的 对所以我真的去很多就是 不是观光景点的地方 那时候是当地人带我去的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联络 就连我们家 就是连我住的宿舍楼下那种 卖那种杂货店的阿姨啊 连我要回台湾钱的时候 他都还塞钱给我耶 塞钱 真的假的 塞钱也太可爱 等一下你有报告他 他说你要回家喔 你是有通报全部的人 你要回家吗 不是 我就那天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因为我还有中途回来 参加大学的毕业典礼 然后我们在讨论 我就说 我先回去 那我的朋友是 我回来的时候 是搞毕业典礼结束回来 然后他是毕业典礼那天回去 我们是错开的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老板 所以我们不可能同时请假 然后我们就 我就跟阿姨说 我过几天要回台湾 什么等等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之前有去台湾玩 然后我有留一些台币 然后他就通通给我 你知道台币大概好几千块 他就通通再给我 他直接给你喔 他直接给我 超扯 他就开 我就说阿姨我不好意思收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然你帮我买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之类的 他就说贵买个东西 然后剩下的钱 给你什么的 我真的遇到 我真的遇到很多好人 真的是 从那次之后 我就是遇到 很照顾我的新加坡朋友 还帮我过生日 超棒 对 然后这也是还帮我过生日 然后 还跟就是那一群朋友说 今天是他生日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 然后每个人看我什么 Happy Birthday 什么等等之类的 就是很多 其实我们之前 就是也找了很多来宾 然后其实我们也分享了 我们很多 我们的故事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出走这一块 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人 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最大的收获 永远都是你认识的那些人 真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提也是不错啦 就是你除了前面上一集 大家去听上一集 他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幸好就是 你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就是你认识很多好朋友 啊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 真的 有 现在还有联络 现在还有联络 很重要 对 就是现在我 我还有联络他们 就是说比如说 那个卖衣服的姐姐 就说 欸你PO的这个东西我想要 什么等等之类 你知道他就直接跟我说 我是在哪里进货 你直接去哪里买 他说他不想赚我的钱 他直接叫我去那地方买 哇 真的太好了吧 可是可是这个重点是 就是刚刚美安讲的重点就是 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的特质性质 才会吸引到一样的人 所以你自己要很乐观 真的 你自己是 你是要一个很内心善良的人 然后你是一个 很愿意去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 你是去愿意的 而不是你是那种 一直成天抱怨的人 因为你成天抱怨的人 你遇到什么事 你都不开心欸 真的 真的而且真正其实刚刚就有说 他本来就是一个面带微笑的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差 所以才会被骂 所以才会被骂 上一集 上一集你们要停教育铺被骂 对 才会说你在笑什么 笑不笑 但是幸好他没有放弃微笑这件事啊 因为他就是用这样子 所以才吸引那么多好朋友啊 你不要一次就被打击 你就是你 不管笑 你就笑 就是笑 你就笑 你就喝 有时候干杯也是很很重要的礼仪欸 真的 而且还干辣 干了啦 白痴厚 你喝那什么为什么换杯子 一样啦 因为这是那个啊 你换杯子啊 我换杯子他们说比较好喝 阿珍珍的烧酒也是喝第二瓶了吧 我已经换啤酒了 喔珍珍今天喝烧酒吗 喔她今天喝烧酒喝啤酒 她现在都喝烧酒啦 喔 那我跟Cherry今天是喝啤酒 然后听说Cherry今天有 HIGHBALL加啤酒 我喝啤酒加HIGHBALL 所以她等一下乱讲话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是没赢了 就是你们要原谅 我现在已经控制OK 我现在很棒 我现在有在控制的部分 OK 靠腰 对 好继续讲 心态转换之后 遇到好人 我会发现 你身边遇到很多的好人 然后遇到很多很好的事情 就是在那之前 也是没有完全感受到的 然后 可是到后面 就是我们遇到 原所搬家这件事情 喔 我真的是 你真的是一直衰事不断欸 你说你上班的地方搬了 对 要搬家 要搬家 因为我们那个大楼 因为我们 我们那种 我们的原所是刚好在那种 你知道那种 国外都有那种 很像活动中心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活动中心的 某一层楼 很像避难所欸 是我们的原所 对是我们的原所 然后 因为刚好那间大楼要修建 所以我们就要换地方租 然后 当然那时候 我在台湾的时候 老板就有传讯息 他就有传message 说 原所要搬家 他就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累 没有老师想做 所以他在想办法解决 然后 我就收到私讯 老板说 欸 那个搬家的事情 就交给你解决咯 欸 交给你解决 所以你要搬家喔 比你变搬家工人喔 对我又变搬家工人 太扯了 工友 搬家工人 主任 校长老师 干活动的 然后送蛋的 还有什么 送蛋 还有什么 啊 联络校外教育学老师 先说啦 除了煮饭 他什么都做好不好 各位就这么简单 真的是 除了煮饭我什么都做 然后所以呢 那时候我的工作就变成说 我每天都要想说 我到底还有哪里可以收拾 哪些是艺文老师要用的 哪些是我课堂上要用的 先不能收 但是老板每天下来的命令就是说 欸 我今天可以收几个 几个柜子走 然后我就要开始在那边思考 哪里可以收 哪里不可以收 我说你今天可以收 你今天可以收两个柜子走 然后我就要趕快收拾 然后装箱子 然后写名字这样 所以等于全校的东西是我收的 的确没错 是这样没错 他们只有帮柜子走而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学校有柜台小姐 或者是实习生之类的吗 就没有啊 就没有啊 只有她 就是我 就只有only你 他刚刚就说只有她 跟英文老师 叫老板 对 因为他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20位学生嘛 所以应该是小规模幼稚园 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人 最起码一定会想说 一定会有一个柜台小姐这个东西 但是也没有 没有 就是我 她就是柜台小姐 她是柜台小姐 就是我 我就是柜台小姐 你还要带参观 我也要带参观 你知道我还被误认为是马来西亚人 他硬要跟我讲英文 你知道我英文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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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讲到后来 我就要问她说 Can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她就说 欸 你会讲中文 我说对 原来她中文也很好 她英文也很烂 我真的是听到受不了了 我才问她说你会讲中文 她就说 对我会讲中文 我说我也会讲中文 她说你会讲中文 你不是马来西亚人 早说嘛 我说我是台湾人 她说你是台湾人 台湾有这么黑的喔 台湾有这么黑的 靠腰 你就说还有比你更黑的 你要不要靠我姑姑的照片 有没有很失礼 太失礼了 你就说台湾很多黑的好吗 白的都是外来的 白的都是外来种 白的都是外来种 因为我是年纪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出一集是 就是误闯其他国家的急速 我应该也要找珍珍来 我们也没有误闯好不好 是他们误会好不好 靠腰 就是被其他国家误会的 部落民族之类的问题 我很常 我真的很常被误会 你们两个招场 我跟你讲 Terry的国籍也很多 我招场啊 超凡的 超凡的 我直接放弃人生啊 我都不知道我的国籍了 我也是 反正我就跟他说 我是台湾人 然后他才相信的 oh anyway 反正就是我元所搬家就对了 对 我最精彩的故事就是 因为我不是说 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是在老板的另外一间元所吗 对 那天是元所已经清到差不多了 就是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装箱了 然后清好了 然后因为我们元所是走 就是我这个私立的学校 是走蒙特索里的 然后你穿摩特索里就是很多教具 就是超级多教具的那一种 就是他要收很久 东西很多 对 东西教具很多 反正我就是收完了 然后最后就剩那个 玻璃墙上面的贴纸 你知道吗 就是元所都会不是在玻璃 对 你知道那个多难清吗 就造型 你知道那个多难清吗 那超难清的 那老板叫我清 我一个人拿着那个刮板 天啊 我一个人拿着刮板 菜刮布 清洁器在那边刮 我刮到流眼泪 那是印度的英文老师咧 你管人家是英文老师 因为他半天 因为他半天 对 他半天 真的 我那时候是英文老师 我也不会做这种杂物 真的 所以真的是我做 然后做我一个人 然后 我们 我那个另外一间元所 就是那老板的 就是我那个同学下班 他就说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在干嘛 然后我就这样边哭边跟他说 我在清贴纸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 你为什么在清贴纸 我就说 啊我东西就搬完了 老板就叫我清贴纸 然后他就叫我 他就说好 那我等下过去找你 你知道他说 他那天跟我说 他说我的背影看起来多可怜 我一边在那边刮 然后一边在那边插 一边在那边刮那个 边刮那个 帖子 你知道超可怜的 你今天说 你是爱哭的人吗 我不是爱哭 我不是爱哭的人 你不是吧 你看 不是爱哭的人都可以这样 我不是 因为那个是真的很委屈 就是到底凭什么 真的蛮委屈的 对 真的很委屈 而且我们再回归到原点 我是老师 快去新加坡 是因为住家哦 各位 我是老师 为什么我要在那边做工友的工作啊 真的是 然后就只有 因为 重点是因为只有我一个全天老师 就只有我有时间做这些 叹气 你没有清完吗 我真的有清完 重点重点 有 反正那就是我的血泪死 然后清完之后 老板就说 欸清得很干净 然后我直接跟老板说 对啊 因为我边流泪边擦 只有我一个人 那你要不要帮他彰化中文 他又听不懂 妈的擦什么娘之类的 然后他又听不懂 妈的你去使 你说 欸欸欸 真的真的很累 你去使 这样 然后他又听不懂 而且你要面带微笑 对 有一次 对 有一次我真的很尴尬的 因为新加坡 其实很多语言 大家都要听出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也会讲台语 也会讲英文 也会讲新加坡 新加坡是英语 马来语 都会讲 所以 你在那边讲话 真的要小心 因为有一次 那只好用母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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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次真的是 有一次我就直接 真的很受不了 直接用台语 在那边跟老板讲 然后我就面带微笑 他说 你真是齁 什么老板 老板就说 你跟我瞎 然后 老板就说 老板直接说 你跟我瞎 然后我说 你真是 老板还回你 你跟我瞎回 他听得懂欸 老板就说 你跟我瞎回 我说 老板你怎么会讲台语 他说 新加坡本来有一些语言 就是 可能外来语 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台语 我就说 好啦好啦 没事啦 没事 是好他听不懂 老板你瞎回想什么意思 所以你下次要讲台湾族语 就渣戏啊 咯咯 对啊 之类的 吃大便之类的 反正就是那个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老板这个态度 可能会是文化差异的部分啊 你有这样觉得吗 有 真的是这样 那因为那时候我 后来不是说 我认识那个新加坡的朋友吗 其实我就有聊到 就是我们老板这一块 他说你要习惯 因为在新加坡 只要是女生 然后又是当老板的 他一定很强势 然后 你们老板是女生哦 我们老板是女生 所以我现在才知道他老板是女的 我以为是男的耶 是女生 然后很强势 所以他说你得习惯这件事情 因为在新加坡的文化就是这样 其实那时候我才认同文化差异这部分 嗯 对 文化差异这部分 就是 其实因为那间 新加坡这个国家有很多的族群跟文化 然后 你所以当然你在那个国家 你得去适应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 他一定有他的文化隔阂 一定有他的文化差异 像 我觉得最大的文化差异就是 你们知道我很爱喝酒 所以 我最终不能接受 就是他们10点半过后 没有卖酒这件事情 诶 这很重要 请大家 remark 非常重要 注意注意陈山 10点半过后 新加坡不能卖酒 不卖酒 很严重 10点半要同志加粗 所以10点半以前 要赶快的去把酒收购 要不是要赶快喝完 是吗 收购 你要喝酒的话 你只能去酒吧喝 就是10点半过后你要喝酒 你只能去他们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就是酒吧去喝 对 所以在这之前的话 如果你要买酒 你在超商啊 或是Markers 那种就买酒 你都是只能 只能10点半之前去买 10点半过后 好像很多回教国家都这样 因为泰国也是这样啊 泰国IG什么也都是这样 诶 但是 真正我真的有去过新加坡旅游 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区域啊 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是搭船 嗯 然后好像可以 他好像是河还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 有一个什么什么贝的 他们附近全部都是酒吧 那个也是10点半的关门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10点半过后 就还可以卖酒的地方 他是说超商不能买酒 那那码头附近那边都是酒吧 那边就可以卖 对对对 我有去过 我印象中那里是可以卖酒 因为我都是在那里喝酒的 然后在大地点 很专业 诶 但是那边很厉害 那边就是很漂亮 然后就是 对对对对 到处都是酒吧 然后是高级酒吧那种 对对对 可以巴哈平的那种各位 感觉很贵那里的酒一瓶 对你知道 Party Party那种的 而且在那里也认识很多 爱喝酒的朋友 你知道 诶 还是要联络吧 还是要联系吧 对 都是那群朋友 就是那群朋友 带我去喝酒的 你看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诶 重点 可是 你少都在那边中你又放错 多亏认识他们 其实我那时候 是在文化差异这部分 的那部分 多亏他们 其实我才认识很多 新加坡的文化 比如说他们就是一个 很爱罚钱的国家 诶 你不可以边走边滑手机 这个大家都知道 爱罚钱 对对对对 你不可以边走边滑手机 诶 你会被罚钱 滑手机也会 会 会 不可以 然后屋檐下 屋檐下 不可以抽烟 就是齐楼的那种屋檐下 不可以抽烟 他们有一个 要在开放室啦 对对对 有一个专门设置的吸烟区 你才可以抽烟 嗯 然后再来是 呃 比如说你不可以随便喂鸽子 你又会被罚钱 嗯 我也听说过这个 嗯 对对对 然后口香糖这件事情是 他们国家本来就没有进口香糖 口香糖这件事情 所以 你也不可以在他们国家吃口香糖 这件事情 也是真的 诶 诶真的 哦 这个传言真的一直都是真的 诶 所以就 所以你可以看他们国家那么好 然后那么先进 然后那么干净 是 还是有原因在啦 有原因 可是 我必须跟大家讲的一个 建立的观点就是 再怎么安全的国家 还是要保持警觉心 这件事真的 因为这件事情是 没错 我跟我朋友去 去一家公园 然后那种是那种 呃各家各国家的 的特色都是那家公园的一个很大的公园 然后我跟我朋友去 然后那时候就 我的印象就是 新加坡就是很安全的国家 然后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很晚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去那家公园 如果被人家跟踪 然后 然后我们真的是被人家尾水 一个男生跟踪 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超害怕 因为 整条路黑黑的就是我跟我朋友 然后我就去 我们就 走着走着 然后就看到前面有梁亭 我们亮灯了 然后我们就躲去那里 然后那边现场里面 有些叔叔阿姨 然后我们就有跟他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躲一下吗 有人跟我 你知道很恐怖的是 当我撞头的时候 那个梁亭的后面有一颗村 那个男生就躲在树后面 哎呦 超可怕 可是你们 可是你们是两个人欸 我们是两个人 那条路就是我们两个 两个女生 就是我跟我朋友 所以我 那还是很恐怖欸 很可怕 所以我跟你说 大家真的要注意 就是在国外 不论多安全的国家 你一定要保持警觉性 真的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不能说 大家的女平都是说 这家国家很安全啊 什么的之间 然后你就降低警觉性 这件事情 不可以 因为这种安全的国家 还是有怪怪的人出现 对 那是机率问题 真的 所以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 幸好那些叔叔 赛良亭的叔叔阿姨 带我们一起出去 那个男生 那男生 到我们到地铁前 他还跟在我们后面 他到底是怎样 还是你们有钱包掉下来 他想要还你们 不是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跟他聊 不是 你到底有什么事先生 你要不要 你到底有什么事 你谁 你要签名照明天哪 一定是我长得太漂亮了 你要赖你就说 你到底要怎样 你就说嘛 你不要这样跟踪 不要乱交出走人们 反正就是大家 还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 要跟珍珍一样啊 要有警觉心 要有警觉心 真的要有警觉心 你也不要硬碰硬 因为他搞不好 就是那种疯狂的人 你跟他好好讲 他会拿刀干嘛的 他会拿刀干嘛的 他不怕边刑怎么办 因为我新加坡朋友说 真的 真的是有编刑这回事哦 是真的 他是公开的哦 诶我才真要问耶 我蛮好奇是真的有编刑这件事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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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吗 他是公开的 为什么 他可以看 他是公开的 他是可以公开的 怎么看 我朋友跟我说 他是 他会在好像什么地点 然后就是 执行编刑 然后就会被公开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他编刑 他说 我跟你说 他真的才好 因为你才会可以警惕到 这就是杀鸡警猴 我就是这样做 你就是会变这样 而且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跟我说 酒驾的这应该这样 那个鞭子啊 是会沾马尿的 马尿 马尿会怎样 你知道那个鞭下去之后 然后再碰那个马尿 刺激伤口 那个超透 很咸的感觉吗 这是真的 感觉就是 对 而且 在新加坡 我这次走到哪儿 可以看不到警察 像我那天上班走到一半 然后就突然警察 空枪 空 就是对空鸣枪 然后就因为里面有抢劫犯 我连上班都可以 遇到这么经常的事情 遇到抢劫犯 也太可怕 你说谁在你面前 在那里 枪击案喔 对 真的 透腰 你不会被射到喔 太扯了 我就直接抱头蹲下 我想说怎么回事 怎么有对空鸣枪 然后那个警察就是 就是怎么move move 然后就真的拿枪 对着那个 就是那个 他好像在演戏耶 他好像在演戏耶 还是他们在拍戏 你没有发现 你误会 你误会大楼 因为他好像偷东西 因为旁边的阿姨有跟我讲 偷东西要这么严重用枪喔 真的 因为他跑掉阿 偷东西 偷东西 我们没有要鼓励你偷东西 我的意思只是说 他偷东西就可以要这么严重 像那个大枪击案喔 其实我以前就知道 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 很严谨的国家 很严谨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 大家无论是去旅游阿 工作阿 还是干嘛的 都还是要注意 因为很多东西都很不像台湾 这就是真真就是想提到的 文化差异的部分 所以一定要先查好 趁现在疫情期间 真的 白目 欸真的欸 白目 你要干嘛趁机偷骂人 我听到了喔 好啦欸真正 那你现在要不要帮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你在国外工作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欸我觉得很多欸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去实习的话 你要保持一个心态 就是你要遇到的事情 可能就是职场上面遇到的事情 你不能再移 就是你觉得你是大学生 你还是学生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 你要想象成是 你已经要步入职场了 不然你会来 心态问题 对 然后第二就是英文的重要性 就是英文真的很重要 我要讲几次 我一招就学我中文 中文 中文一百万次 真的 我真的想讲一圈土的词 就叫做 书到用时方很少 真的是这样 真的 等你真的要用那刷 你就会 你就会打你的头说 为什么我当初不学欸 你真的会这样 我当初真的是这种想法 你看我那时候去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我英文真的很不好 烂到就是只有26个字母 还不会背首的那一种 可是除非 除非你就是抱着必时的决心 你这样也要去 我也无所谓 但是你要先找好会英文的好朋友 哈哈哈 你就是要利用它 对 真的 欸就是博士 是 你知道的 朋友之间的重要性 就是英文 是没错 所以我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跟你们讲 你们现在就可以准备啊 我们干嘛 一直要苦口婆心跟你讲啊 对 你有的是时间欸 你现在打开YouTube 你就给我去看 学英文 听英文 你给我打开 你按了吗 你按了没 对 按什么 按 你要修他 你按 对 你就按嘛 反正就是英文的重要性很重要 如果你这样不会英文 没有关系 你就是要抱着必时的决心 先找一个会英文的好朋友 来帮你看合约 然后再来是 你要去之前一定要先跟老师讨论好说 合约会不会保留时间 让你去看 你这个很重要 你要先提哦 不然当然你签合约之后 后面很多事情都很难处理哦 你要先问对方说 可不可以让你保留一至两天的时间去 查看那个合约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好好的 仔细的去看你合约的合理性 跟有没有就是 有没有说是装漏洞啊 就像我那时候 遇到的装漏洞问题啊 什么的 这些都很重要 这蛮重要的 对 你一定要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会蛮习惯 合约就是看一下 就说啊我就打勾打勾 他应该也不会写什么 但是其实真的很重要 真的不要很重要 不管你是工作 特别是你出去外面工作 真的 我觉得工作 你买房子 或者是你看房子租屋 任何事情 你只是做 你只是一个实习生的实习工作 你的合约真的都要看清楚 要看清楚 对 然后你要 如果能录音的话 你就录音 这些都是确保你自己可以 你不要说这么 我一定要这么谨慎吗 我跟你讲 就是要这么谨慎 真的要 录音真的要 因为这些都是保护好自己 你不要到时候 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什么证据 你也没有什么依据 可以提出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自己超笨的 就是那时候 我遇到这么多问题 总结下来的心得 就是你一定要留证据跟依据 来保护好自己 然后保留时间 你愿谨慎也不要 就是什么都没有啦 对啊 你不要少做啦 真的不要少做 对 然后再来是 你要出国前的时候 最重要的心态是 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 都是帮助你成长的 你要保持这种心态 不然你会哭下去 很棒耶 真的 喜欢这句 对 我觉得这句的重点就是 你不要觉得 你遇到不好的事 就是不好耶 因为我觉得你可以 从不好的事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耶 所以我觉得你反而 遇到不好的事 是你要感谢 因为你可以遇到这样子 你会学到经典 也不是感谢 但是应该就是 要用乐观 或是想要解决事情的态度 去处理 因为你提早十年遇到 比你老十年遇到 你现在可以先有那个经验 我觉得很好 你老十年遇到的话 你不一定可以处理这件事耶 经验是宝贵的 学校没有教养 真的干嘛啦 而且我一直 真的 而且我一直觉得 今天这件事超宇宙 它是你买不到的 就是你是真的要体验到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得到 干嘛啦白痴喔 干嘛 自己成长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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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直接充斥耶 而且我跟你讲 这很重要是 无论你现在 遇到多少的坏事 你要相信 真的后来 有很多的好事 在等着你 这些都是你的经历 你的养分 破坏作为你成长的养分 因为像我现在 遇到的老板 就是真的超级好 就是后来新加坡 后来之后 遇到这个老板 我跟你讲就是 我上次有跟我姑姑分享 就是我这个老板 人就是 他现在台湾这个老板 超级好 对 真的假的 真的很好 对 可是我其实当然 有跟他分享过 在新加坡的实习经验 但是后来 隔了几年之后 我再去回想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感谢 那时候老板 这样对我的 因为对我来讲 是不是 我是真的感谢他 我是真的感谢他 你不是跟他联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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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那个 是不是那个 就没有再用 那个通讯软体了 哦 你不要故意哦 我是有跟我朋友联络啊 但是那个老板 我真的要感谢他 因为他教会我很多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 那时候的年纪的 我可能不懂这些事情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 是在教我的 就是 这就是职场的现实面 你必须要去面对 很多的事情 你就是要处理 这么多的事情 你不可以再把你自己 当成小孩子 你很多事情 你先苦后干 对对对 真的是先苦后干 然后再遇到现在 这个老板 然后再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用很 比较平静的心态 哦 没关系啊 我之前都已经遇到很多 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真的 这个不算什么了 我真的觉得 你看事情的角度啦 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 你都觉得 我现在很苦 但是我可以想 妈妈去解决 我很乐观 广度会变大 就是你看事情 广度会比别人更大 干嘛啦 做成长 真的是很严重耶 怎么办啦 总而言之 就是大家赶快去学英文好不好 英文真的很重要 不要真的是 我们真的没有业配英文 但是我们真的觉得 真的 英文很重要 我们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不想要进 对你讲 你说你说 我没有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没有急着要用到 但是你以后遇到的时候 你一定会后悔你不学好 真的 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的切身之痛 你看我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 就是报名英文 就是学英文 真的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现在用不到 我用不到 我用不到 等你真的遇到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就直接失望 因为机 我跟妳讲 机会永远都是 等你准备好的时候 才会来啦 我跟你说真的 我那时候没准备 你那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机会来了 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就觉得 他就临时抱佛脚 他就临时抱佛脚 对 好啦 就是这样啦 英文赶快去学好不好 你就去学 那要找谁 找我们 你就问我们 我们再跟你讲一些配方 没错没错 好啦 那我们非常感谢珍珍 你要去讲好 我有我自己学英文 不错的平台 你们想知道的人 思讯我们出走吧 我再跟你讲 我自己学英文的平台 干嘛我也不能再一点业配吧 思讯我们 我没有在业配的 我跟妹本来就有 在用一个东西 在维持英文的语感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英文 本来就有点好 不要跟他们讲 但是 我说我们英文有点好 但不是天生的 你是靠后天的 我们英文很excellent的啊 风楼 就是有点excellent 我们这些有点像Naked OK 好了好了 好了好 没关系 不要再骄傲了 我们最后再来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珍珍 真的 她讲很多欸 真的 我真的觉得 你可以出自己的Podcast 她可以再来 她可以再来 上我们讲一下 新加坡生活旅游 因为 这一集完全没办法讲到 没有我 我比较想要做的企划是 就是 误闯其他国家 被认错的 感觉是什么 好啦 别吵了啦 我不要想要 我不想讲这个 烦死了 好 误闯的部分吗 好啦 我们再次感谢珍珍 谢谢 谢谢 欸 感谢 谢谢 还是没有酬劳吧 好啦 没有酬劳喔 抱歉喔 她真的讲那么多小时的口水 但是没有钱拿的 她是我的亲戚啦 不好意思喔 因为你们都不赞助啊 有情赞助 亲情赞助 但是 没关系我们下次会请她喝酒 真的会很开心 因为你出走吧 没关系我会很开心 都不好好回馈 都不好好回馈 OK 好啦 我们差不多到这了 我们感谢大家说听 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的IG Facebook 这样子 出走吧乖 送到攻略 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些回馈啦 你们这两集 听下有什么收获 真的是非常欢迎你们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拜托 不然我们以后都不出这一系列咯 好 又再生去喔 好啦 我要结尾了 你只会骂他们 好啦 你就结尾我没有骂 好啦 各位出头人们 我们下次见 我是May 我是Cherry 我是 我是珍珍 拜拜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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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pemm